一般人的出门交通工具 不外是车子 巴士或者是地铁 那今年也多了个人代步工具 如电动踏板车 然而有个人比较另类 他用的是有四个轮子的板子 那这个看起来像是滑板的代步工具 称为长板 它不只可以当成是嗜好来玩 那有人还从中悟出了人生道理 我喜欢滑板的代步工具 你的手是自由的 无论上哪去 刘冠荣总是板不离深 长板已经成了他近三年的 主要代步工具 我是Lucas Liu 我今年27岁 一recordische 刘冠荣是在三年前 经朋友介绍后 开始自学滑场版 我以前是一车车车 和一车车车 所以我自然之后 当我拘捕了长距离 长距离 长距离 活动和游戏 我比较热心 这十多个长板 都是刘冠荣的宝贝 他们乍看下 跟一般的滑板 没什么两样 但玩家们一看 就能分辨出 这些长板的不同 刘冠荣的动作 或者用于你的腿 经常说 最简单的肩膀 会是一车车车车 因为它比较低 所以当你推动 你的腿会强 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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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比较高的肩膀 也帮助到 更加舒服 比较低 滑长板对刘冠荣来说 不仅仅是嗜好或运动而已 三年前 当他在生活中 遭遇到很大的挫折时 是长板陪伴他 走出了人生低谷 我生活在生日中 很难受 我感觉很失去 很难受 长距离 能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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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关注 为了挑战自己的能力和耐力 刘冠荣在2022年6月 飞往荷兰 参加一项滑长板比赛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比赛 所有参赛者 必须在20次小时内 不停地滑长板 我其实决定要去 超级滑 只要1至1.5月 我认为 能够做出的 更好 我认为 能够挑战自己的 我能够做 205.5公里 在24分钟 我能够做 那是330.7公里 我能够做 14公里 我能够做 整个人 我认为 成为 成为 庆幸 我能够做 十分 靠自学和向朋友讨教 把长板学上手的刘冠荣 经常也乐得跟其他人 分享滑长板的技巧 并且给予他们指导 朋友们都说 他教人很细心 适合当教练 这些反馈给了刘冠荣 进一步推广这项运动的想法 在朋友的鼓励下 刘冠荣在2021年11月 决定开设一间长板学校 The Lombard Academy 当个全职的长板教练 Lombard Academy 是一个地方 我们教学生 从我们的生活方向 好 把你的桌子放在桌上 我们会学习 哪个腿 你会用在桌上 哪个腿 你会用在桌上 最重要的是 三个最重要的是 长板 是 能力向上桌 让你移动 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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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能力向上桌 安全 这次 你步步向上 右边 对 好 最后 是 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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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我们想要更多学生 让它尝试 我认为 人们会觉得 这些事情 并不是很恐怖 还是很恐怖 可以看到 第一次 因为之前 儿子有尝试 教我们滑板 我们只学不会 我们一上上去 就觉得要滑倒 然后有人会讲 说Lucas 是很棒的老师 然后我就上了他课 上了一节课 之后 我们就信心满满的 朝天买我们滑板了 可以教人们 从一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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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 知道你会是一部分人的生命 现在我们做一个基本的教练 所以我们在教练 现年29岁的马蕊林 原本也是刘冠荣的学生 跟她学了几个月的长版后 在刘冠荣的鼓励下 决定加入她的学校 当一名兼职教练 好 好 好 我看到几个都有养狗的朋友 他们有学滑板 那我自己是个很好动的人 喜欢带我的小狗出去走动 那我觉得如果我能学滑板 我的小狗能学滑板 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熏悠一下 为了吸引更多人玩场板 刘冠荣也时不时举办活动和比赛 成立了学校后 刘冠荣不是在教课 就是忙着行政工作生活忙碌 但他并没有后悔 把爱好变成事业 尽管他的父母担心 他是否能够以此为生 但他们还是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 他们是支持的 但有点不疑 我认为他们是有点不疑的 我认为他们仍然有点不疑 我认为他们仍然有点不疑 在现在的情况下 到底能够成立了 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不错的 我认为地坏的运动 是非常有点不疑 而且是一种选择 它是一种选择 和一种恃子 我希望能够继续做 我做的就是在新加坡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 而在新加坡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